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不知為何來這個位置拍片 都是這樣的溫哥華的惡劣天氣 這些對多倫多來說就不值一提 但我們這邊已經很厲害了 下雨雪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 是一個Burnaby的樓盤項目 叫做Soul House 發展商是Bosa 地點就是Patterton SkyTrain站旁邊 兩三個月前其實已經開了盤 Kerry那時候在香港 未有機會實地跟大家拍片 現在就補一條影片 也有新的優惠各種項目跟大家分享 我們首先來到這個桌子 來看看它的狀況 因為附近也有一些樓盤 Kerry在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就跟大家來看看 剛剛說到我們上一次的雨雪天 又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去年的二月尾 那時候是Perla by Polygon 那時候也是穿布 然後很大雪 就是這樣踩下去的大雪 認不到位置 但依靠在這個位置 跟大家分享的是Perla 都是這個位置 就是前面這個位置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不再是Perla 就是它的斜對面 這個位置就是Soul House by Bosa 它是一個2028年建好的一個建築 50層高的high rise 然後是舊樓的位置拆卸重建 現在還未開始建 它附近有甚麼樓 後面的正北邊 這個已經建得十多二十層左右 就是Central Park House 同一個發展商 都是Bosa的項目 2021年跟Concord Metro Town同期 都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可以看很久之前的影片 之後它的南邊前面 亦有另一座樓 那個叫做Nouveau by Anthem 都是差不多2025、2026樓樓 它的前方已經是Skytrain的軌道 大家現在看到那裡是詭異的 現在變成白色的藍色的燈光 那個位置就是Skytrain的軌道 由我們現在站在Show House的位置走過去 目測幾分鐘便能走到 站上站的位置都在那裡 好處就是Nouveau已經擋了很多聲音 所以當大家買Show House入住的時候 即使你向南也未必會說是超級吵 因為它有一個樓在前面擋住 在這裡順便跟大家分享看景觀 因為很多朋友買高層 但也會想看景觀 正南方的前方會被Nouveau擋住 那邊有一些舊樓 但也有一些距離 但其實它這樣斜下去的角度是OK的 但來到這邊西南 就會看到將來Perola建在這裡 所以也會擋住一點 到西北這邊就會開放一點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角度的建築 都相對不是超級舊 有人在住 未去到要拆射 後面遠一點的距離 也有一些舊的石屎樓 現在通常MetroTown 集中重建的項目 都會針對一些 類似現在的地位 在這裡圍著那些 搬清了 建築可能七幾年六幾年 很矮 很殘舊的家庭 是比較多的 好了 我們現場看完這個夜景 感受完溫哥華的落雪天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去Show Home看看 越來越大了 你看看好漂亮 我的手很冷 你看 它在燈照下來 好像特效一樣 好像自己拍戲一樣 哇 我拍電影了 哇 很漂亮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露台 分享一下 之前未分享過的一隻漂亮露台 尤其今天外面下很大雨 又很冷 根本不想外出 但是又想家裡多一點空間 那露台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之前有分享過 Burnaby Brandwood Metro Town 有些項目 即Concord那些項目 就是有整個玻璃幕長 可以令到你陽台 露台的位置都可以用得到的 其實不只是他們才有的 在Burnaby 有另一個項目 叫做Show House By Bosa 都是本地一個很知名 和很reliable 其中很久的發展商 他們這次都是第一座樓 有推出了一個類似 但又不一樣的設計 露台的項目 它有什麼比較特別的位置呢 首先就是它並不是整塊玻璃的 它是一個在腰位以上 好像一個推的窗 這樣可以動動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玻璃幕長 趴回膠條 我不是推過膠條 它是推的 怎麼推 對 它動的部分主要是上半部 下面有一塊紮紮的鋁板 讓你可以擦手 或者我覺得很棒 如果放一張椅子椅子 在那裡喝杯酒 喝杯東西都很棒 然後 你看到這些一塊一塊的玻璃 就可以這樣派進來 之後可以左右推 大家會留意到 這塊玻璃 沒有剛才那條被我拔掉的膠邊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設計 其實是有少少特別的 就是它在防水性上面 可以看到盡量多了功夫 首先 當大家想像所有的玻璃拍完之後 它會在這邊有個洞 所以它會有多一塊 類似的防水膠邊 就像大家在 霜的玻璃位的膠邊 不單止這邊有這條膠條 其實我們看看它這個座的設計 如果你去摸它的話 它也有差不多三套膠條 一個是外面這一套 這樣呢 當你的玻璃一直走過的時候 這個位置 就一直會有一塊膠邊去擋住水 這是第一塊 除此之外 總會有水再下來 譬如你這邊開了 或者怎樣 這裡還有一條膠邊 阻止水進來這個位置 除此之外 讓它可以走下面 外面還有一條膠邊 封住這個摺口位 水就可以在這邊走出來 不是走出來 進不來 進不來 水就這樣進不來 外面還有一點點凸出來的位 所以這個是Carrie's Bottle 比較細節的位置 盡量做到防水性高 我不要一塊塊關掉 我們看這個 這裡是關掉的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它關掉了 它流的那個隙子真的很窄 基本上就是這樣 一隻指甲 一隻指甲的距離 就是那條隙子 只能伸到我的指甲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 看到 OK 好 它基本上每一條隙子都是這樣 然後這邊 大家看到 當它的窗子拍起來 迫緊了 就這一邊 還有另外一邊 都有一個膠條 就盡量讓水 沒有進來得那麼膠關 所以 讓這個室內空間 當你去放一些 貴一些 或者沒有那麼防水的傢俱 或者是私人遺品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飄濕 而且它去到頂 完全是沒有縫的 然後之後 剛剛說了有這個女的桌 另外還有一樣 就是我留意到它下面 因為它適合上面的玻璃膜 它其實比平時我們那些 普通condo的玻璃欄杆 是闊身很多的 我們去大部分的condo 大家可以看Carrie之前二手樓的影片 它那些欄杆的闊度可能是這樣 你會多見很多實色的腳 但這次Soul House的設計 感覺上很漂亮 基本上是一大塊玻璃 然後中間多一隻腳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 比較貼心 和比較漂亮的位置 如果我們坐在這裡去看風景 聊天 喝杯咖啡的話 你真的會有一種不在露台的感覺 除此之外 Bosa也會有一個upgrade items 就是有這個暖氣 這個是要錢的 到時找Carrie買 通常我會幫你聊下去 然後這個 是真的 之前聊過之後 行不行就不知道 我會幫大家加油 除此之外 有些特定的房間計劃 譬如說我們今天在看這個是D1的兩房 它在另外這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有幾個玻璃 整片過的玻璃密封 這些 panel 都會是真的建出來的 就不是說 只是今天放在這裡 給大家設計的 很漂亮 下地玻璃 對 真的很漂亮 不是每個單位都有 看回職 好像D1 它就會有這裏 三塊Glass Panel 不能開山 簡直是說 好像室內的空間 讓你可以看到風景外 而不是一個牆壁 除此之外 地上也鋪了磚 鋪好了 所以到時的交流標準 就會是這樣的 還有牆壁 面面回到那個單位裡面 當然會有窗 露台門的地方 沒有窗 沒有門的牆壁 都不是這樣給你水泥牆 它都會做了類似的 Cement Board 就是有一點 Texture 有一點設計 這樣看的東西 這整塊Bot 這樣做是一個室內的設計 所以整個露台的效果就是這樣 它都有現在看到兩支燈 這個露台 我覺得這些Bot 會積塵 是不是 是嗎 是 它有點憋憋 是嗎 不過幸好大家 我想像 如果我是Carrie 買這個Soul House的單位 除非很熱 你向著正西 裡面不開冷氣 否則很少會開 因為溫哥說 我不開就沒有那麼多層 對 如果你長期開著 就一定會飄層 但如果大家其實 用這個露台 當室內 真的當一個Solarium 來用的話 就OK的 我想 它是怎樣 它可以這樣密封嗎 它可以這樣密封嗎 City會發揮 對 它跟City談好了 是一個確定的產品 不是一個 工作的產品 如果是這樣 我這裡加上膠邊 因為都要走一點風 不然會很 不知道 你走風 就好像開槍一樣 那就是 挺好 你可以密封 一些比較幼的膠邊 那記者是否將來 和大家承接這個 Soul House風膠邊 好 我們又看看單位 裡面 露台門也是玻璃 而且今次的設計 就是這樣 是的 設計是採用了黑色框 大家剛剛都留意到 我們溫哥說 現在很多condo 都是白框 現在可能又開始流行黑框 所以大家會看到 越來越多黑框 特別有型的 而且這片玻璃也很大 好了 我們進來 BOSA的兩房單位 我們叫正兩房 就是差不多八百多呎 兩房兩次有露台的 價位大約是110萬美 到120多萬左右 是一個價位 待會再給大家看實際價錢 我們先參觀了室內 這個兩房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它其實不是一個 corner unit 但是它其實做了兩邊的小 corner 它是很難效果的 我這裡看出去 它除了向北邊的玻璃窗之外 其實等梳化的這個位 還有兩片東和西的玻璃窗 變成偷多少少光位進來 令到你的視野更加好 這個是單位的設計 當然每個單位都有 但是沒有得開窗 沒有得開窗嗎 有得開窗的 廚房 那這裡呢 這裡沒有的 就是全玻璃落地 你要開窗就要開這個門 通風的話 對 然後這個就是客廳位 大家會留意到 它這次的客廳位會很闊 但是當然 如果你真的想放餐桌 就會比較強 可能這裡橫放梳化放餐桌 但其實 為什麼它會沒有遇到一個很 standard的餐桌位 因為這次Bosa 它很多兩房 尤其是D1的設計 它是送了一張餐桌給你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廚房是特別大 那個Island是很長的 它整個Island 已經是說有Waterfall做給你 然後很長的位置 在這裡是透窗的 所以至少可以坐四個人 然後去到這邊 才是下面有櫃是用來放東西的 所以這個Island 都已經可以當是你的餐桌 因為比外面買的餐桌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Island 下面都做了一些USB充電 那樣的位置 方便大家當作是工作坊 在這裡拿電腦做一下 這就是向著裡面的櫃 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很漂亮 我覺得這塊石 是吧 是什麼來的 它應該是那些 都是高級的 它的顏色的色調很柔軟 奶奶的淺灰 它又有一點點賴黃白 是呀 它的感覺像真度很高 去到這個角落的結尾 都還沒完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大部份的屋苑 可能就是一部牆 或者怎樣 它這裡再幫你做了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就是這裡是有燈的 有個燈條 所以你這裡有兩塊的Panel Board 有些東西可能什麼熱水煲 那些東西 你不想這樣住在那個Island上面 那麼愛眼可以塞下去 因為它的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電掣的 所以絕對可以把熱水煲 一部小小的咖啡機 可以塞在裡面 又有燈 然後上面也會有一個櫃 而且這個櫃是做了一個 有一點點紋的玻璃的效果 裡面可以放一些酒杯 放一些咖啡杯 放一些東西 這個也很漂亮 來到這邊 它也是用了這個轉彎位 再幫大家做多些櫃 所以大家也會有很多這個Court 在一邊延伸過來 可以放一些小盆 再放一些東西 隨此之外 都很棒的 在廚房那裡 就可以開了一個窗 變成如果你在這裡煮食的話 有些時候 我們中國人 香港人 我們喜歡炒菜 是很喜歡在旁邊的窗 讓油煙可以走得好一點 當然記得開外面的玻璃幕牆 外面也要開一扇窗 不要封死 因為它全部走到旁邊 對 好 然後剛剛開櫃門的時候 都留意到 這裡有多一條金屬的邊 有一個粒槽 這個槽 和你手摸裡面的位置 都是金屬 所以大家有些時候 手很濕 很油的時候 尤其是濕手 你不會那麼容易傷害到這些木 然後它上面 都是一個 跟下面這塊Court 基本上一樣的紋 然後這隻黃黃的燈照 感覺很舒服 連著了 全部有電掣 然後上面 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包括這裡也是 而且它的櫃桶 裡面還有櫃桶 那些櫃桶也是灰色的金屬板 它的質感是比較漂亮的 它的牌子是用了Stosa 不是金屬板 不是金屬嗎 那是什麼 這裡是 這裡是嗎 這裡是 這裡是金屬 這裡不是 這些是木 這裡是木 這些全部是金屬 這裡整個櫃桶 這個都是紙的材料 這裡是金屬 都是帥仔廚櫃 下面有一架大的 然後它的電器組合 是用了Bosch 所以它有五個 它有五個 分得很開的 五個中間有一個大的 就是GAS的爐頭 跟大家重複了很多次 就是管理費裡面 包了這個GAS的使用 包了冷暖氣的熱水 這個剛剛洗頭演機看過了 上面也封好了 帥仔仔仔 沒有很多線 好 然後這邊繼續 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水槽位 然後下面 垃圾桶位 這個是水槽 也有兩個 可以拔出來 主要都是金屬 和塑膠組成的 兩個垃圾桶 然後這個就是 洗碗碟機 一樣都封多了 一條金屬的邊 Bosch 是那個洗碗碟機的牌子 然後就來到雪櫃 三十寸的雪櫃 也是Bosch 上面還有儲物空間 雪櫃也很大 下面就是冰櫃 兩格櫃桶 這個就是整個廚房的設定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看主人房 就是這邊 主人房有她自己的套廁 還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Kerry了解完Bosat這個項目之後 發現她和其他項目很不同 就是她有幾樣東西 先說一下 就是她會有多很多更新 可以給大家選擇 這個是Matchong Town Brandwood 是比較少見的 可以做到的東西 其中一個更新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個主人房的衣櫃 這個是更新之後的選擇 你不更新的話 就沒有那麼便宜 大家可以看到她有燈條 有格 然後還有一格這些黑玻璃 我忘記了 你看 變成一張新墊 如果這個墊墊墊墊墊 那就是7500元 這個墊墊墊墊墊 一個嗎? 對 只是一個 一個 這麼貴? 很貴的 很貴的 可以做到房間的 未必是每一個房間都可以做到 因為她有特定的 長度、闊度、深度 但總體而言 我特別喜歡這個 這個黑玻璃很漂亮 你放太陽眼鏡 下面有兩三格櫃桶 看看另一邊 知道大家很重視 更新產品 這邊主要是掛衣服 上面放東西 然後下面放鞋 那些燈很漂亮 我覺得 好 這個就是主人房 現在這個主人房 其實它也挺闊的 這一張是 Queen Size床 然後旁邊就是兩個 類似床頭櫃的 有空間 有裝好電鍵給你 也挺多空間 但大家看到後面的 深色的牆壁 和這個Mulework 這些就真的是設計 都不能升級的 就是這樣 有沒有升級的? 沒有 然後開窗的話 就會有一個窗可以開 我們看看主人房的洗手間 那洗手間的Sink 它的Countertop 也是用回跟廚房一樣的 Quatt材料 和顏色 然後它也有一些LED燈在上面 那Medicine Cabinet的話 這裏也正常 很多發展商都有的 旁邊有些位置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個Shower stove 也是全玻璃的 比較特別的位置就是 它的Nook位置 即是放的洗浪水和護髮 是放在旁邊 然後有三格 然後每一格都有這些 這個應該是Quattes 這邊有個毛巾 可以幫我告訴大家 好了 我們就看完了主人房 我們和主人房的廁所 剛剛看完主人房的廁所 我們剛剛看完主人房的廁所 走到一條走廊出去的時候 就會經過了這個laundry 又是少數樓盤可以做到這樣的 叫做不是搭起式 而是這樣的 一條街上的laundry 而且上面是包了類似 放衣櫃櫃的東西 這個是包的 有塊這樣的板做好 有兩格東西放東西 然後還可以掛少少衫 這些建築上的也包在裡面 上面都有燈 這個大小衣機 是啊 大大大大大大 不是那些condo size 因為這是兩房單位 一房單位的話 就不會配搭大 size 而是小一點condo size 那些小耳機 然後來到這裡 就會是第二層座 大家留意到 第二層座的話 Size 會明顯小一點 它 代表給一個衣櫃空間 它交樓的時候 就會做了衣櫃給你的 衣櫃就會在你床的兩邊可以放東西 這個是中間做了一個粒槽的東西 有個台面可以讓你開燈 關燈 和插電 然後這個櫃底也有個燈條 下面還有個櫃桶 即是這個包的 這個包的 否則這個房間就沒有衣櫃 兩邊一樣 然後這裡就看回自己露台的空間 一大片玻璃 玻璃 還有這個可以開窗的位置 第二層座 去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又挺舒服 挺闊的 這個位置比較闊的 是不是 感覺好像比較闊 可能是一樣的 剛剛也沒有開這個櫃桶給大家看 你在洗手盤下面 直接有一個儲物空間 這些是塑膠來的 讓你放一些東西 如果東西濕 下面還有一個大櫃桶 也是類似圓吊式的 不是圓吊式的 下面有東西的 下面有燈竅 這些中間的櫃桶 這個不是的 中間這塊才是 主人房是洗手間 然後客廁是洗手間 它也是分了上面有雲頭 下面有可以拿下來的花灑 用這些水龍頭 剛剛看積是D2的單位 D2這個單位 我們剛剛看了室內是850呎的室內面積 然後外面剛剛看的露台這個空間是262呎 所以總共可以Liveable 大家可以享用的面積是1112呎 好像這個D2的話 我們選擇一個高層的 因為要看景觀更漂亮的 例如現在31樓的價格是123.3萬左右 這個價錢已經包了車位 Locker那些 還有發展商也有優惠 稍後再和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看的是其他升級 因為講過重點是升級物件 好像旁邊這個show home 它是一個D5 這些叫Junior 2 其中一間房間是沒有窗的 但可以放到床的 我們主要是看什麼呢 看看它的升級物件 如果大家買單位裡面 有個釘或者類似這樣的單位 很多時候發展商交樓 會是一個Playing room 不知道怎樣做 也是找師傅來做的話 很複雜的 又要重新再花時間去打架 Bosa給了大家一個選擇 五千多六千元不到 可以升級到這樣的一個 噢 即是衣櫃要七千五 這個五千多元 是啊 衣櫃真的貴 玻璃玻璃很貴的 你做這行你沒人不知道的 這裡的Millwork是包了的 即是說 整個床 床褥應該不包 兩架櫃桶 這個櫃 這些櫃包了給大家 那就是五千六元左右 鏡子就不包了 這是一個升級的 玻璃櫃 是的 玻璃櫃 這個就是一個一房單位 這隻可以很快給大家看看 主要是一個很軟的顏色 石材跟剛才一樣 但是顏色淺色了 這個是給大家參觀一下 除此之外 它還有一些其他升級的 譬如說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些櫃的 如果剛好你的職位 有些特定的單位 有一個凹位 你如果需要的話 都可以跟發展商 去做一個這樣的櫃 做好之後 你又是之後不用再自己的IKEA 嵌櫃 或者外面再找師傅 好像這樣的Pantry 大約是三千八左右 去Model那裡 你說地板有upgrade嗎 我沒說地板有upgrade 好的 它的建築模式很高 很大 我在低層單位 整座是50層樓高的 是一個高層 然後它有出租的部分 主要是下面的這幾層 出租的部分 它是有一個獨立分開的 出入口和電梯的 亦都有它自己獨立的會所設施 所以唯一跟你主主住宅 可以分享到的就是住宅 所有的租客和Visitor parking 都會在P1 大家如果是住這座樓的話 就會有另一個gate 到P2到P5 就是停車的 大家可以看到 租客出入的位置 是James Street這個 entrance的位置 而我們作為 如果大家買了這個建築 未來的住客 它的出入位 就會是回到 在那邊 就是Wilson Avenue 大家會看到是不同的地方 在Ground 即是在這一層 都會有一些會所設施 有些工作室 有concierge 24小時 還有有些dining area 主要的amenity 其實會在六樓 有些outdoor的BBQ Working space 然後有那些golf的session 然後這些是室外的部分 這裡向後會是租客用的會所設施 就是一個sky garden 就會比較少一點 我們如果看回室內的話 它六樓室內面積很大 都會是yoga video 會是gym 會是踩單車的位置 然後有些休息區 還有它有兩個水池 冷熱水池 給大家浸泡一下 它們裡面會再連桑拿 還有steam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建築的背後 即是鑽的時候 就會是入車口的 駕車過來的 你就會在鑽圍後面這裡 它有一個類似是drop off area 可以到門口後面停一停 這個位置就會是 去parking那條ram出入口 整個建築就是這樣 這個是北邊 大家已經看到有一個地盤 這個就是central parkhouse 剛剛跟大家說過的 所以北邊的某一個位置會擋多一點 東北 西北是開放的 我們向東邊 現在東邊都是一些比較矮的建築 將來是有建築的可能性 都是由另一個developer 居住了這一塊地 但是暫時未收到任何政府development application 我們慢慢向東南方向 這個是一個rental的建築 所以這個應該都安全 就不多會建築了 所以東南角都OK 大家開始看到sky train 南面這個直接 facing sky train 就是Nouveau 所以其實你買向東南的單位 你都會讓它隔了很多聲音 但是跟Nouveau之間的距離都很好 因為它其實不是直接 立即是一個high rise 它的high rise是近多一些sky train 反正裡面有幾個town house 然後來到這邊 西邊 這塊東西現在圖不夠近期 這塊東西是起pearl 所以這裡將來都會有一座樓 所以正西差一點 但是西北方又會開放一點 所以Kerry覺得這個建築的西北和東北 都會在景觀上是不錯的 大概就是這樣 當然當你去到高層的時候 即是你去到三十多樓的時候 你去到西北西南 你就會看到很美的central park view 看看大家買的是什麼值 發展商新推出一個挺好的優惠 簡單來說就是發展商會包你兩年租 而且是一個guarantee 都挺高下的投資回報壓 發展商會去有一個third party 第三方的租務管理公司幫你把單位出租 然後guarantee你一個租金 而這一個第三方管理公司 不會再收回你的管理費 即是不會再扣多少錢 即是免費幫你做 發展商訂了一堆單位享有這個program 大部分都涵蓋了 只是三房沒有 由沒有車位的studio 到一房開始包車位到兩房 這些plan都可以用這個包租program 大家看到這一欄是說 你作為一個buyer 將來如果你用發展商的rental program 你就可以每個月收到這些租金回報 你買一個studio A1單位就可以收到3000元 總共會包租你兩年 兩年之後你想怎樣就不知道 所以如果用3000元成24個月 你總共這兩年收到7萬2元回來 即是無論如何 你今天簽約買了這個單位 將來你commit to program 發展商就會guarantee這張紙上的回報 當然到時如果租金幾級跳 一房免費5000元 你也不用用這個program 自己租就行了 好 我抽了四隻職 跟大家去計算了 分享實際的回報率有多少 我分別抽了B4 一個one bedroom 然後抽了一個C1 one bed garden 然後一個JR2 D6 以及一個兩房單位D1 亦都運發展商 拿了現在可以買到 實際上四個不同的樓層 因為它不是每一次同層 然後它的售價 和租金去幫大家比較 一個growth income 這個計算出來的percentage 是未扣減你本身要付這個單位的cost 譬如說你本身的單位都有管理費 每年都有保險 你有mortgage 那些未扣的 即不是正回報率 純粹是拿BOSA這個guarantee的租金 乘12個月 再去除你的單位的售價 稅前的售價幫你看看 我們舉例 其實計算出來 發現原來買一房是最划算的 一房 B4單位 旁邊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好貼近500呎 495呎的單位 都很示正的 沒有浪費 門口進來有長條型的廚房之外 發展商也送來一個 island給你的微波爐 然後也有幾闊落的客廳 也有個露台 這個露台也有retrackable glass 也是一個正常常的一房 size 可以放到queen size 大衣櫃 有窗 然後旁邊就是廁所很方便 washer dryer旁邊有衣櫃 有冷暖氣 一個這樣的單位 如果現在賣24樓的話 價錢是751900元 而且是包車位的 如果我們用將來3400的租金來計算 其實計算出來的匯報率是5.4% 真是不低的 這個將來未來 好 反而比較之下不太划算 就是one bag garden 因為C1單位大一點 600呎左右 28樓05這個單位 主要是多了這個釘 職位也多了少許走廊 房子大一點 可以做king size 這個可能適合自住多個投資 雖然價錢差不多貴了10萬 但發展商比你的租金回報依然是3400 所以就變了4.7 然後到單位越大 其實回報率的確會越來越少 所以就更加傾向自住型多些 或者這個單位大家租兩年自己住 或者想兩三年之後買 好像這個單位D6 它是一個Junior 2 是兩房單位 第二個房屬於比較細一點 我剛才跟大家看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upgrade option的房間 就是這個織 這個織是619呎 有2nd bedroom 有Lshapegar Island的廚房客飯廳 這個露台大很多很舒適 好 好像這樣的單位 就是989000 但這個樓層高一點 35樓 如果用這個來計算的話 到時Bosa 保證你3800元的月租 回報率計算是4.6%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個更加是投資型單位 D1 Carrie也有賣過這個單位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量房單位 它是正量房 841呎室內面積 露台261呎 而且大家留意到 這個單位跟我們的示範單位很相似 它這邊還有三塊玻璃 這三塊是fix了玻璃 大家記得剛剛在showroom見過的 這些都是retrackable glass system 所以這邊也有景觀 而且這個單位是東北邊 所以這邊也有景觀 這裡也是三邊方位的客廳 全部都是玻璃 飯廳 飯廳這邊廚房也有窗 D1單位 如果現在大家買到15樓左右 到116萬多 如果是24樓的 就接近120萬 它的租金回報率是怎樣 現在Bosa estimate 7月28年希望可以收到4500元 給我一個量房的租金 就算收不到也會保證你這個回報 如果我們用24樓來計算 它也可以去到4.5% 原價發展商要收到3%的樓花轉讓費 現在這個階段仍在做優惠是0.75% 其實都相差多遠 相差一萬多兩萬元 Strada fee 估計是6.8元左右 一呎 2028年年尾收樓 剛剛說的單位 一房兩房三房全部都有車位 是最小的Sedio才沒有車位 而且所有單位都會有鎖鎖鎖鎖鎖鎖 以上影片的分享可以幫助大家 拜拜 拜拜